让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全播 C和圣灵的福音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全在你们心里 阿们 神说不可烦扰保罗 在加拉太书最后 使徒保罗特别强调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加拉太书第六章十七节 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 人们不应试图靠律法主义的信仰 领受罪孽得赦 任何人都不应再搅扰他 也不能自称无罪 尤其在他充分解释行割礼之人 想通过在身体上受割礼 做神的百姓 使错误信仰这之后 换句话说 保罗告诉他们 不要再使他身负重担 疲惫不堪 只是使徒保罗说这些话 是多么懊恼啊 这折磨使徒保罗的不是外人 而是在神教会里 混入工人和圣徒当中 鼓吹在身体上行割礼之人 和律法主义信仰的这一随者 保罗的书信清楚地说明 那些行割礼之人 如何严重地折磨他 不断地折磨他 使徒保罗刚刚把 水和圣灵的福音传给外邦人 还没有使他们相信真理的时候 鼓吹割礼的人就破坏他的工作 对他们说 只有你们在身体上行割礼 才能做亚伯拉罕的后裔 保罗不在时 他们便全播不同的福音 叫外邦人信徒在身体上受割礼 此外 在身体上受割礼的人 公然指责未受割礼的弟兄 这些行割礼之人认识不到 这对神的福音有多么严重的危害 终于犯了重大的错误 保罗因为这些人极其痛苦 他告诉他们说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他是说 不要以这个问题搅扰我 不要在这些无论的问题上争乱不休 白白浪费你们的时光 因为神已经借悉和圣灵福音的恩典 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纪念 你们必是做的一切只是信仰真理 忠诚的全播真理 这里仍然不足的是 你们声称信徒必是在身体上行割礼 只因为他们未受割礼 便缩软他们吗 不要再以这个问题掘墓我 有些基督徒自我催眠 在这个世代 仍有这些在掘墓圣徒的人 这些人现在声称 他们罪孽靠悔改的祈祷得赦 他们自我催眠 还相信自己已经无罪了 即使他们只信十字架上的血 这些基督徒既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不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也不会听从神正确的道 却仍然相信自己无罪 盲目地说 主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留学和在十字架上死亡 已经拯救他们了 他们又使他人自我催眠 叫他们相信自己无罪 他们在全部一种存在缺陷的福音 今天持有律法主义信仰的基督徒 自我催眠 错误地认为 他们已经从罪孽中得救 他们为自己的情势所左右 因自我的催眠而笑容满面 他们相信实际上自己无罪 简言之 他们盲目地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他们说 他们没有罪了 因为耶稣流血 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 已经把他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但真是这样吗 确实那些正确信仰耶稣的人无罪 但是只有相信耶稣基督 借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把我们拯救出天下罪孽的人 才是真正无罪的 那么那些只信十字架上血的人怎么样呢 他们的罪孽果真被图抹了吗 没有 只有这种信仰的人在欺骗自己 很明显 罪孽依然还在他们心里 他们在掘母父神和耶稣基督 他们在掘母神的教会 以及持有死和圣灵真福音的信徒 他们既是欺骗自己 甚至认识不到他们实际上撒死不该撒的人 救活不该救的人 以西节书第13章19节 他们的信仰极其错误 使徒基督徒不但信仰悔改的教义 而且和信仰渐进式圣化的教义 渐进式圣化的教条宣扬 如果母人信仰耶稣的时间足够长 他的身体和心灵会逐渐改变 从来达到完全的圣化 这种信仰是错误的信仰 以行为为本的信仰和律法主义的信仰 这是因为这些人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他们盲目地相信 神拣选他们 只因为他们信仰耶稣 所有这些只不顾思 以自我为中心 蛊惑人心的信仰 正如行歌里之人 烦扰使徒保罗那样 今天这种信仰的信徒 为神的仆人和圣徒 造成了守灵的麻烦 耶稣基督降临于世时 做了什么议师 耶稣结束施洗约翰的敬礼 斩价我们的罪孽 刘学并在十字架上死亡 支付了罪孽的公价 他通过洗礼和留学 把我们拯救出罪孽 因此 使徒保罗说 他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是耶稣在他身上的印记 为了全拨洗和圣灵的福音 使徒保罗被抽打近四十遍 足足三十九次 他还差点被石头砸死 几乎活不下去 在我们心里 我们也有得洗和圣灵福音 信仰的印记 在我们的身体里 我们也有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在灵性上和身体上 陈述痛苦的印记 但因为行割礼之人 保罗陈述了更多属灵的困扰 保罗有信仰的印记 他相信 基西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 使徒保罗是神真正的仆人 因为他有信仰的印记 表明他已经在属灵上 与耶稣基督死亡 和耶稣基督复活 他得洗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使他毫不含糊地承认 这福音是唯一真理 他的信仰叫他为这真福音而生 无论他为福音遭受 多么质大的粗觉 保罗有这样的信仰标记 现在我总结 关于加拉太书的步道时 我明确核心的教训 那些人称 如果我们受割离 我们能成为神的百姓 和亚伯拉罕的后裔 保罗明确地见证 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 在加拉太圣头中 那些行割离自人的信仰 是错误的 使徒保罗的信仰 总结在加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七节 他说 你们数习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七节中的这段经文 是保罗信仰和 见证死和圣灵福音 非常明确的证据 为什么保罗提到 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那是因为保罗信仰 死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你们洗入基督 是什么意思呢 它意味着基督接受 施洗约翰的洗礼时 我们因信被清洗了 所有的罪孽 当然我们在保罗的 使徒书中找不到 死和圣灵福音的字样 如果死和圣灵的福音 说得明确 忍忍明白 为什么圣经说 这福音是基督的奥秘呢 哥鲁西书第四章第三节 神会把福音 全部给那些反对他的人吗 如果是你们 你们会对敌人开放宝库吗 当然不会 神已经把洗和圣灵的福音 全送给圣从神的道的人 但对那些不圣从神道的人 神确定隐秘了这个福音 作为他守灵的奥秘 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字十节 我希望自己关于加拉太书的步道 能尽快被翻译成其他的语言 很快向全世界的百姓做见证 这是因为加拉太书明确地指出了 行割理资人的妙物 这么做 能使基督徒认识到 今天在基督教里流行的悔改教义 是多么妙物 保罗见证了福音是洗和圣灵的福音 只有这福音才是真理 因此除了洗和圣灵福音以外的 其他任何福音都是别的福音 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 没有人能全播不同的福音 任何人都不能全播别的福音 然而尽管如此 今天的基督徒全部别的福音 他们说 无奈如何都要信仰耶稣 只要你们相信耶稣为你们的罪孽 在十字架上流血 死亡 那么你们就能成为神的百姓 他们想用办福音粉饰人们的灵魂 叫他们信仰耶稣 尽管他们仍然是罪人 这样信仰只能被抛下地狱 他们最好不要全播福音 因为他们信仰和全播的福音是错误的 因此 他们越思全福音 实际上在神面前的所作所为 越死罪恶 这种假福音的流行有什么后果呢 尽管承认信仰耶稣的基督徒甚多 但重生者甚少 两则相差悬殊 结果 越来越多的人实际上违抗神 他们丧失了对神的爱 现在希望信仰耶稣的人就更少了 尽管基督徒为宿众多 但他们白白的信仰耶稣 受假先知的猛骗 所以即使那些实际上希望从神那里 领受罪孽得赦的人 也找不到拯救的正确真理 任何假福音都不能拯救人的灵魂 而只能杀人 任何人都不能全播只有空壳的福音 加拉太书记载使徒彼得 因为伪善的行为受到保罗的谴责 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子十六节 彼得已经表现出律法主义的生活 他告诉外邦人他们应像犹太人那样生活 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能遵守犹太人 必是遵守的所有律法 事实上 耶稣在降临于世清洗每个人所有的罪孽之前 犹太人甚至和外邦人聚会 和他们掰饼都是非法的 但是彼得碰巧和外邦人相聚 和他们一起区范 这时雅各身边的人过来 彼得大为震惊 独路而逃 所以保罗责备彼得说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已到 你为何躲藏 你为什么假装守法 你也已经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救 你自己不能遵守 却为何告诉外邦人守法呢 显然 要不是使徒保罗 使徒人家完全不在意 行割里自人的教义 认识不到他们信仰的妙物 换句话说 大多数人不知道 行割里自人的教义 泄渡了水和圣灵的福音 使教会陷入守灵的障碍 彼得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 他宣布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 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 也拯救你们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 然而 尽管他信仰耶稣的洗礼 但他仍然假装 为此 显然大多数人 完全不知道 律法主义信仰的妙物 即使今天 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仍然即使做悔改的祈祷 认为他们这样做 能够领受罪孽得赦 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 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 已经得救 但他们仍然想通过悔改的祈祷 清洗他们生活在这个世上 所犯的罪孽 他们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信仰 我们向耶稣基督做悔改的祈祷 能领受罪孽得赦吗 不能 我们因信从罪孽中得赦 承认我们自己是成堆的罪孽 认识和相信主受洗 被钉在十字架上 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 我们的走界死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清洗了我们心中所有的罪孽 信仰死和圣灵的福音 每个人都变得无罪了 拯救的真福音 就是死和圣灵的福音 那么人们究竟为什么认为 他们做悔改的祈祷 能图抹他们的罪孽呢 这只是一种宗教概念 并不是从死和圣灵的福音 而来的真信仰 你们仍然认为 你们的罪孽 能靠悔改的自我祈祷得投吗 你们必须懂得 罪孽得赦不能靠悔改的祈祷得到 然而尽管如此 大多数基督徒没有认识到做悔改的祈祷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仅仅因为他们做悔改的祈祷 或者容忍这样的祈祷 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从罪孽中得救 当然 每当我们做错误 我们都必须悔改 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时 我们应该明确地改变我们的行为 但这远远不同于那种依靠悔改的祈祷生活 那么重生的义人犯罪时应该怎么办呢 重生者不应该悔改的祈祷 祈求神饶恕他们的罪孽 而应做认罪的祈祷 通过信仰祖和圣灵的福音认罪 每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孽时 他们必是改正错误 但是 通过做悔改的祈祷 清洗自己的罪孽是极其愚蠢的 你现在认识到悔改的祈祷 起源于愚昧的律法主义信仰吗 现在你们能正确地理解 今天的全福音主义则 或者律法主义则 试图通过悔改的祈祷 清洗他们罪孽是一种妙物的信仰吗 实际上很少人知道 做悔改的祈祷 不能清洗人的罪孽 每十万名基督徒当中 知道的或是只有一二名 即使母先基督徒 有这方面的知识 也仍然没有用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可以清洗他们的罪孽 他们的良心 只能谴责自己所犯的罪 所以他们无法忍受 只能做悔改的祈祷 他们只能向神祈祷 哦 我的神啊 我犯了这样的罪 犯了那样的罪 我恳求你饶恕我 请你再次饶恕我 如果饶恕我这项罪 我绝不会再犯这样的罪了 这是种官方认可的信仰 这种信仰建立在 所谓称义教义的基础上 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通过在身体上受割离 清洗罪孽是错误的 保罗说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这里我们是要理解保罗的心思 保罗费尽心机这么说 是因为他受刑割离资人的搅扰 这律法主义的信仰流行至今 令无数人的信仰误入歧途 结果几乎所有的基督徒 都受悔改祈祷的祸害 努力以这种方法 突然地清洗他们的罪孽 宣传在身体上受割离 就能做神的百姓 是完全妙误的信仰 因此 今天的基督徒必须认识到 信仰悔改的教条和渐进式圣化的教条 像阴性在这条道路上成为义人 在身体上和灵性上变得纯洁 是多么妙误啊 他们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信仰 搅扰神和他的仆人 那些深陷这种妙误教义里的人 应该认识到 他们必须尽快脱离这些错误的教义 必须重新回到真理上来 评论今天的母先基督徒 自称不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 却无罪了的说法 前几天我在散步时 碰到几位福音全教师 在街上分发小册子 我接过他们的一张福音报 读了起来 他们在福音报的标题上说 人只要信仰耶稣 就能变成无罪的义人 但我对文章的内容极其失望 这份报纸的制作者 竟然不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 我觉得这样的福音 还是不全的更好 虽然神确实已经清洗了 我们所有的罪孽 这并不意味着 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知道 谁和圣灵福音的情况下 盲目地称自己无罪 这样信仰 谁的罪孽也不能得头 然而尽管如此 这些福音全教师 就是这样信仰和全教的 既然神已经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一次性唾沫了人类的罪孽 我们必是知道耶稣基督 是借着这真福音而来的救世主 我们心里必是这样信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做神的百姓 我们必是认识和相信 主已经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图抹我们罪孽的真理之爱心 如果人们不知道 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 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这种信仰类似自我催眠 在自己的幻觉里信仰 福音全教师全福音时 总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图抹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他们说既然神独自在十字架上 图抹了他们所有的罪孽 如果他们只信这个事实 变成了无罪的人 他们的走瞻乍一看 似乎很有道理 但这是完全堕落的信仰 我们在此时要认识到 仅仅因为他们知道福音的结果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罪孽已经得头 因为他们仍然不知道 死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只知道拯救的最终答案 并不能获得使我们从罪孽中得救的信仰 它还是要我们知道真理的内容 为了领受罪孽得赦 我们必是知道构成拯救之真理的内容和拯救的结果 不理解设罪的形式 只知道最终结果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得救 耶稣告诉我们大家说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 但是福音全教师向百姓宣扬 他们只是信仰耶稣就无罪了 无师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这多么令人懊恼啊 所以我对福音全教师的信仰极其愤怒 知道谁和圣灵福音真理之人 可不知道谁和圣灵福音真理之人的信仰 插具看上去如脖纸之格 但只有一张纸 如果放在母人的眼前 他便无法看清世界 知道谁和圣灵福音 与不知道谁和圣灵福音的信仰 差异导致了结缘不同的后果 前则使人做义人 后则只能使人做罪人 如果插意是巨大的 取决于这张脖纸 你或时能看清整个宇宙 或者完全瞎眼 取决于你们是否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 这差异多么明显呀 全福音的任何人都必是绝对无误的 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只全播这个福音 他必是信仰这正确的真福音 使我们获得正确的答案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 并且把死和圣灵福音的内容 全播给每个人 我们就成了无罪之人 所有自称已经从一切罪孽中得赦 却甚至不知道死和圣灵福音的人 都是持有假信仰 他们的信仰完全错误 当神借死和圣灵的福音 陀磨我们的罪孽时 那些甚至不知道这真理福音的人 怎能从罪孽中得救呢 他们的福音没有意义 他们说 无论谁信仰耶稣都是无罪了 并极力剥削百姓的财富 容谎言安慰他们的心灵 这是令人懊恼的悲剧 有人上教会时 这些假先知便对他们实施催眠术 叫他们相信自己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这样就 他们杀死了不该死的灵魂 这些人长期在罪孽的重负下 听说他们现在已经无罪了 简直太兴奋了 所以他们在这种诡计面前毫无办法 只是告诉任何罪人他无罪了 那么每个听到的人都会感觉幸福 当假福音的全教士说 耶稣在十字架上 脱模了所有的罪孽 所以虽然你们以前有罪 但你们现在无罪了 那么所有在罪孽的重负下 受折磨的人 听到这些话都会很高兴 不管原因如何 也不赖他们是否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因此 假先知把无数的灵魂 引向自我催眠是福音的圈套 当人们落入自我催眠的福音里时 他们吞噬百姓供养自己的肉体 任何受罪孽折磨的人 当然很高兴听说自己现在无罪了 但是罪依然绝对无物的保存在那些 信仰耶稣却不知道谁和圣灵的人心里 然而尽管如此 福音拳教师仍然即使催眠百姓 盲目地坚持认为他们现在无罪了 尽管他们不知道谁和圣灵的福音 他们死终要求会众做见证 称赞他们侍奉主 前不久 韩国有位福音拳教师 租借一座大型体育馆 只办一次信仰复兴会 为了吸引人 还在电视和报纸上做了广告 为了只办这里活动 仅广告费用至少是要 二十万至三十万美元 他们哪来这么多钱呢 他们向自己的会众挤 当这些假先知对他们说 我请你们这些圣头参加这次 珍贵的全教活动 所以他们只得参加 小额捐款从一千到一万美元 富日一线的人 捐出了首十万美元 他们一直深受罪孽的折磨 也但听说他们现在无罪了 他们很乐意捐出了大笔财富 保持这种感觉 那些受催眠的人奉献很多 极其的投入 欣喜若狂 但一段时间后 他们的欢乐就完全消退 于是他们再次认识到自己心里仍然还有罪 实际上他们的罪孽从来没有这样得头 假师父信口开河 他们只是暂且认为自己无罪了 任何人借真福音领受罪孽得色后 都不能成为罪人 不乱经过多长时间 但是那些尽管不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 却盲目地认为自己无罪的人 缺乏信仰的基础 因此他们注定罪中 再次变成罪人 他们就像吸毒成瘾者一样 要笑此事时兴奋 要笑过后再受痛苦 也但这些基督徒把金钱浪费在这些教会的牧师身上 他们就会像垃圾一样 被这些江湖骗子倾倒出门 然而即使在这之后 他们仍然没有认识到他们受骗了 他们认为自己被抛弃 原因完全在自身 因为他们没有过圣洁与属灵的生活 这世界的基督教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 不讲福音的宗教团体 无乱什么派别 所以撒大不会迫害基督教 使徒保罗受刑割理自人的搅扰 他们声称不信息和圣灵福音 也能做无罪的人 他们常常说话毫无根据 说什么人们如果在身体上受割离 就能做神的儿女 但是亚伯拉罕在身体上受割离 才做了神的百姓吗 不是 亚伯拉罕做了神的百姓 是因为他信仰神的道 他在身体上受割离作为印记 因此任何人做了神的儿女 都已经靠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把罪孽斩架到耶稣基督身上 属灵的割离指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割除了心里的罪孽 我们不能搅扰神和他的仆人 神已经借着洗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 但是有些人尽管不知道这个真理 却声称他们心里无罪了 而事实上罪孽依然还保留着 使徒们都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神的旨意是人人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从罪孽中得救 然而尽管如此 今天的基督徒只全拨十字架上的血 甚至不认识这真福音 他们现在抵抗神的旨意 这些人信仰基督 只视之为一种世俗的宗教 基督教不只是一种宗教 它是建立在洗和圣灵福音基础上的信仰 我们信仰洗和圣灵的福音 已经领受赦罪的拯救 政治在哪里呢 它就在我们的精神上 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心里必是持有 因信洗和圣灵福音而来的得救政治 否则我们怎么能说 自己已经从罪孽中得救了呢 即使你们知道答案 信仰耶稣的人无罪 如果你们心里仍然有罪 那么这意味着你们还没有领受罪孽得赦 这是因为你在这个世上只能犯罪 除非你们拥有在洗和圣灵福音里 显明的得救政治 否则这些罪孽不会消失 而不断折磨你们 不管你们如何催眠自己 找到一些安慰 相信自己无罪了 但你们的罪孽还依然保留在你们的良心上 时时束缚着你们 这只能意味着你们仍然还是罪人 有罪的人能成为圣徒吗 他不是圣徒 而是基督教的罪人 我们罪孽得赦靠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在洗和圣灵的福音里 让我们看一下使徒保罗的信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阿们 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八节 已经借洗和圣灵的福音 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的拯救恩典必是保留在我们心里 我们从罪孽中得救的基礎 在洗和圣灵的福音里 而不在任何基督教的教义里 直到洗和圣灵的福音 用心信仰这福音 我们就能得救 然而尽管如此 使徒人仍然既是折磨耶稣基督 特别是 那些承认信仰耶稣的人 愚蠢至极 实际上他们正在折磨耶稣 每天感谢得救的消息 从全世界飞来 今天 毕楼的一位牧师 给我们寄来了他的好消息 他说 这位一位牧师 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得救 但读了我们的一本书后 他认识到他以前的信仰是错误的 他在信里说 他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 继耶稣受洗 在十字架上流血 因此拯救了全世界的所有人 他的消息写得非常的坦率 得救的证实这些诚实的人 我希望你们大家独具慧言 信仰神 认识到你们应该如何信仰 才能取悦神 懂得根治神的旨意 信仰的含义 我们根治神的旨意 正确的信仰耶稣 就是信仰随和圣灵的福音真理 从而从我们所有的罪念中得赦 把荣耀献给神 我希望基督徒都不要变成 绝母神和耶稣基督的那种人 我希望全世界每个人都有那种 取悦神的信仰 我的信仰朋友们 让我们再次想一想 在这个世代 基督徒中 有多少人实际上在绝母耶稣 这些人只信十字架上的学 便自称无罪了 他们既不知 也不信谁和圣灵的福音 但是他们坚持认为 谁信耶稣 谁就无条件的无罪了 正是这些人在绝母神 我们必须纠正这些人 只有知道 谁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的圣徒 才能纠正他们 无论在韩国 还是在世界上 我们都看到基督徒当中 有使多人在搅扰耶稣 因为主已经借着 谁和圣灵的福音拯救了我们 我们就是这样信仰的 然而使多人 只根治他们自己的思想信仰 只得搅扰耶稣 这样的人必是改变他们错误的信仰 他们必失悔改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做悔改的祈祷 而是他们必是改变自己错误的信仰方法 悔改这个词 在希腊语中意思是 转故生或者改变心思 这就是悔改的意思 仅仅仅说对不起并不是悔改 悔改的祈祷只是胡言乱语的说对不起 神已经赐入我们这些信仰 和圣灵福音的人使多的福气 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领受这么多的福气 完全是神的恩典 我们能做这些工作 是因为神已经赐入我们智慧 帮助我们和赐福我们 无论是传播福音还是支持传教事业 每项工作都是靠神的恩典实现的 现在我们这些人已经领受罪孽得赦 有责任兴高采烈的向他人传福音 因为神已经拯救了我们 虽然我们不足 但做神的工作是快乐的 那些心甘情愿的人才能侍奉福音 对于那些把神的工作 视为反重厌烦或者勉强的人 我们绝不会向他提出要求 所以对此不必担心 我并不是说我们教会里有这样的人 而是我指出 私奉神的工作必失出于自己的意愿 必失快快乐乐 有时我请你们工作 但我这么做是因为 你我只有做神的工作 我们才能保持我们的信仰 如果一人不做神的工作 他们会做出母先完全荒谬的事情 他们的心里会堕落 变得污秽不堪 他们的心灵会变成母先令人讨厌的东西 是神不能使用 所以我们的主通过教堂安排我们做工作 我们侍奉他 同时他又保持我们的心 如果在安排工作时 万一有人想说给我自由吧 那么只是坦率地对我说 这些人无失工作 即使在我们的牧师和工人当中 如果有人真的不想工作 那么我告诉他们不要工作 这是我们教会的政策 我并非说你们现在住在这里的人是这样的 但明确的是 无论谁做了圣徒都不应违心或者被迫做主的工作 相反 神的工作必是因性完成 心甘情愿 他们必是谨慎考虑 思考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有益的 而且要下定决心 如果我们决心做神的工作 我们必是因性工作 出于自己的意志 只有那时 神才会接受我们 侍奉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除非我们因信仰劳动 心甘情愿 否则神怎么会接受我们的服务呢 当然 我们有时工作也会违背自己的意志 坦塞地说 我编辑出版书籍 在某种程度上似出于自愿 但有些工作还是迫不得已 那么 我为什么仍然还要做呢 那是因为总得有人斥做 尽管我的心里很高兴这样侍奉主 但我在身体要做这件事情非常困难 所以说我迫不得已 既然我已经接受这项任务 我必是完成 然而我即使花吃整整一天的时间 也不能编辑一次步道 经过这样的编辑后 我仍然能找到不满意的地方 我不善日做这种工作 然而 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 虽然我的步道常常重复 但讲正确的东西 不讲废话 当然 这对于我的身体是极大的挑战 我拖着失弱的身体去工作 但我现在因信息和圣灵的福音 成了能工作的人 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去做分配给我的工作 心里充满欢乐 我除了做神的工作以外 无所事事 如果你不做现在所分配的工作 你们不也无所事事吗 如果你们现在不侍奉主 你们能在世上做什么事呢 不是吃吃喝喝和犯罪吗 虽然你们面试自己的父母 说 我不会像他们那样生活 但你们过的生活 比父母过的生活更加罪恶 我很幸福 你们也幸福吗 我感谢神 我想我们全播水和圣灵的福音 所剩的日子不多了 所以 我相信我们必须趁干得动的时候 勤奋地全播福音 正如谚语说的好 趁月打铁 我们必须趁自己还能工作的时候 多做工作 现在正是我们做神工作的时候 现在你我必须做神的工作 让我们信实和勤勉地走完人生的旅途 一起聚集到主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